字幕志愣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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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沒有黃毓民的毓民採場 今天主要是阿近發版 阿近喜歡說什麼說什麼 我發覺你做節目比鄭松泰好 你不需要他,他現在的校正 你又找花生 你不需要他 文會不會又說魔相鄭松泰爭暗鬥 試圖拉攏我 你自己開發見 試圖拉攏我 是呀,制衡他 你跟阿B開發見過演習 阿B有沒有做的? 有 有做的嗎? 你跟阿B開發的節目 不用擔心他 他沒甚麼說話 阿B說來說,反反覆覆 變成磨心 你考慮一下 今次最後一節你想說甚麼 這麼難得可以和你一起做節目 我聽到你的節目有些事情 你隨時可以來做,有甚麼難得 你說吧 我很硬睡覺 大香港早晨是很困難的事 說甚麼 三件事 第一是投降 你會覺得這件事會成功 我也會的 我會黏一帶一路來看 一帶一路是西進戰略 但老實說那條交通線 如果你看世界地圖 其實是有很多地緣政治風險的 習近平這個夢要成功的話 其實他至少要由美國換軍力才行 而且他要變成歐亞警察 他不做世界警察都要歐亞警察 首先美國要先讓路 第二,那一帶一路 其中的一條線是穿過中亞的 那裡其實是俄羅斯後花園 你要問准途徑才行 但俄羅斯會轉 這個派對 他會轉 但他會不會讓你政治經濟的影響力 新到他的地頭 我那個推算 當然我不想他成功 但大家都知道亞投行這些是甚麼玩意 亞投行這些玩意 他真的讀 consultant ающ Columbia 建議會 因為首天主角於工程 說話要給那麼多錢 也就是貨貨貨貨貨貨貨賺貨貨貨貨貨貨 plate 然後就感到anya 某些地區要求你開發某某某工程 從而令到那些工程有一個工程的需求 那些工程的需求就回味到亞投行的主要成員 即是在現在的Party來說就是中國 你說那些事情是否做得成呢 就等於我們說回什麼 我們說回國際貨幣基金 最後它的項目是比較成的 那些資助計劃、借貸計劃 全部都搞得民不聊生的 幾乎成功 那INF和Mail Bank後面那樣 後面承認所謂的地軍 力量相距很遠 但我意思是什麼呢 我意思就是我擔憂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那件事不會做出來做得成 但如果你作為一個起動的點 而令到它有一個 其實整件事的目標是為了什麼 整件事的目標就是亞投行 然後亞投行製造一個借貸的需求 借貸的需求從而製造了人民幣的需求 然後借去開放人民幣 而開放人民幣這件事是沒有可能的 我覺得在正常來說 美國一不就不給 一不就給你 然後馬上就追擊你 第一天就追擊你 而且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人需要人民幣 但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有些事物極必犯 人民幣在這個世界唯一的需求是什麼 就是制衡美金 即是在歐洲人眼中 他們自己的歐羅又搞不定 俄羅斯也是這樣的角度 俄羅斯和歐洲人又不認同 但是如果有藥界 永遠所有人都死在美金手上 還有一帶一路的另一個目的 其實是想用錢來收買歐洲 必然是 我擔憂的地方是什麼 我擔憂就是歐洲人和俄羅斯人 索起上來為了制衡美金 推動人民幣國際法 而這些東西一啪著之後 那件事我必須說 就是超出我們的想像範圍 還有你看一看 現在已經脫離了歐美經濟體系的冰島 其實他卻簽了很多協議 下一個很大機會其實是希臘 是啊 希臘一定是 你看他的姿態就知道 你看他搞個碼頭 你看他搞個碼頭 無端端收歸國友 然後又跟這個 那間叫什麼名字 那間國企 你經常買的 你炒得很高的 08年炒得很高 忽然之間 年紀大就忘記了那間公司 他夾一夾他 其實是一個 在完全自己沒有籌碼的情況下 無端端做個政策的環境 令自己有籌碼 然後裝傻給中國 你看希臘的姿態 他當然是想拉攏俄羅斯和中國 然後後來後來 等他可以在歐盟發爛 最後的結局 你趕走一個魔鬼 迎接另一個更加恐怖的魔鬼 我完全認同阿近 一帶一路是沒有可能成立 或者是他中間面對的困難是必然的 但我的意思是 其實你只要有三五七年 被人民幣成功變成一個國際貨幣 這個已經是全球性的災難 這個災難是大的 什麼有毒資產刺案 怎樣也不及人民幣國際化 這件事對世界的災毀 我非常是做不成的 做得一分分鐘是一個終極金融風暴 然後真的 我想在齊塞克那一小時 左派的夢想成真 到時世界革命是很可能的 就是你所說的 我擔憂的 如果以我有限的知識和想像 我擔憂的是你這件事 我從來沒有想像過 中共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金融的首執牛耳 我沒有想像過這件事 我只不過是想像的一件事 歐洲人 一些被美金打壓的地區 打算憑起反抗 做個國際化人民幣出來 制衡美金 但是你就會養出一個更加恐怖的惡魔出來 而這個惡魔最慘的地方是什麼 它是沒有能力取代美國的 就是說它只會造成一個 世界金融混亂的一個源頭 這件事就是我自己有限的想像力 想像到會擔憂的東西 我能否解答到你的 我認同你的說法 阿桃我不會說得太 唐主要對這些沒有興趣 我們有沒有看過話題 我問一下文化 我問一下唐主要沒有興趣 首先說你兩個星期前那集小四集 就不說這個《Vocor Movie》 我兩個星期有集小四集 就不說我剛剛看《復仇者義》 唐主看了什麼 我星期六我看了 你沒看嗎 有看和沒有看 大概知道是怎樣的 沒什麼分別 現在很厲害 叫你幾十個票房紀錄 香港還要破三天開話 即是它創了香港的首日票房紀錄 然後又創了第二天票房紀錄 又有第三天上話第三天票房紀錄 我媽媽懶的紀錄都被拿了 真是厲害到無論 即是我們都會長久 會活在這個 我們都有一段 有一大段的日子 會生活在這個膚淺 至少有十年 對 有十年要生活在這個膚淺 慢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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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入侵了美劇 《D.C.》又來 《馬虎》又來 《馬虎》又來 全一部都來 這是一個膚淺的世代 但我又不會看得 即是你說《POPCOMMVIII》 其實《馬虎》那個系列已經不算不用腦 算是有心腦 反而我看過一件不用腦的東西 就是兩三集之前的《少女熱戰》 即是《POPCOMMVIII》 大家在模仿《教育電視》 《香港集》 那一集就切頭切比的 不需要用腦 即是以膚子的角度來說 即是旗逢敵手 即是 你現在公開挑釁日時報 你現在挑戰 你現在先講《POPCOMMVIII》 先講《POPCOMMVIII》 這是評論 評論 沒有高辨意思 沒有用腦可以在香港 是用大腦休息的 在娛樂上的產品 我也是這樣評論 我也是這樣評論《復仇者》 我自己的感覺是 但你又覺得不是 那一集《少女熱戰》 也算是有形容過 再掌握人 你兜不到 你等一等被網絡欺凌 你兜不到 等於我那天評論《復仇者2》 我覺得有一部電影 令你不用用腦很偉大的 要很精心設計 才可以令你不用腦兩小時 但你又不認同 你覺得《Marvel》的電影 其實都 它是有整個完整的世界觀 還有它是半身半腳 都借了一些真實世界的事情 你分享一下 例如 我真的舉手 我真的沒有用腦 它是可以令你不用腦 但你後面那些事情 你可以慢慢嘴唇 但你亦都可以不嘴唇 你只是語學完就算 你可以 其實美國佬屈肌 你慢慢研究就可以 看起來好像很膚淺 其實它裡面有些事情 而且它只是吸聲大發 它將世界上集很多東西的所長 例如說回《復仇寺》第一集 有一段是說 《雷神》那個弟弟 是跑去德國想試圖去迷惑民眾 每個人都跑去跪拜他 突然間有個 德國那裏有個老太婆站起來 他不肯這樣做 他跟著說 我經歷這個納稅時代 我們不可以再熟悉 那個時候很厲害 一方面你在稱讚德國人 但另一方面 其實你是在推廣美國文化價值觀 那個我覺得 是一個master joke 你美國隊長的事情 就是這樣 這個類似一些不菲蝶營 那時候有些人說回不菲蝶營 我想是史上最成功的戰時 說回這部電影的時候 大家那時候就覺得是外城片 但原來你不自覺 看完之後你就要認同了美國的圖 你剛才說的就是 但不菲蝶營已經不是ポッコーン movie 那時代都是商業片來的 商業片 你說商業片和藝術片的界線 其實我不是看得那麼分明 我覺得《 Gone with the Wind》就是ポッコーン movie 《 Gone with the Wind》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要說的 但老實說 如果放在現代 很多現在的電影觀眾 看《 Gone with the Wind》 都可能覺得是悶片 那是 很老實說 容許我這樣說 《 Gone with the Wind》 都不是什麼好的電影 經不起時間考驗 經不起時代的考驗 其實簡單來說 它是港女落雅記 是一般的 你除了歷史價值之外 其實是一般的 你想說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 Gone with the Wind》的世界觀 所以我真的說真的 我真的沒有用腦 我真的沒有帶腦進去看 你剛才說的場合 我都不知道它是德國來的 我看到一把講英文 我以為是紐約來的 《 Gone with the Wind》 我沒有思考過 我從來沒有思考過 那裡是德國來的 你不說我 看不到這個隱語 還有呢 你教導一下我 還有什麼 抄襲那樣東西 可以再補充音 你說完了《 Gone with the Wind》 這麼快速 不要緊 只剩下十分鐘 抄襲就是什麼 我有些賣電視聽眾 可能不知道 因為我前個星期就做了一集 講Podcast Movie 講復仇者 抄襲就是我上個星期 就是剛剛這個星期 剛剛那一集《笑死鎮》 我就開了一集題目 我就講關於抄襲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在說韋家輝 就在說韋家輝抄 那套鄉承郎子是抄外語成的 怎麼搞的 有一個名單說很多抄不同的東西 有沒有東西那麼奇怪 挑起到最後 大家都知道是抄的 問題就是鄉承郎子 抄得比外語成好看 還有是誰不抄呢 我想講的就是 我那一集節目講的就是 現在的人連抄襲都不認識 你連抄襲都不認識 你怎麼創作呢 但為何年輕這一代 為何會有這樣的心態 我是有個解釋的 好啊 你說你聽聽聽 因為他們是看 為何抄襲都不抄呢 是看TVV的劣食劇長大的 那些其實是一種文創的劣食來的 所以他們會很痛恨抄襲 他覺得這是一個壞的檔樣 因為他看了太多惡質的抄襲 太多抄襲 那時候再數之前 就是電台或欄曲 商台是不知道何時開始標榜原創歌曲 90年代 因為那時候他只是播原創歌 那這樣就越來越差 因為你為了原創而不 之前是有講一些 可能將我為了原創的那些 就拿一些日本的歌曲來 改編來的問題 之後就變成原創就特別厲害 但問題是亂了都是垃圾 是的 其實沒有關係的 其實那個關係不大 當然我每一次講這個題目 我都要戴頭盔 你說拿抄襲的作品 拿來出品 拿來公開 謀利 是否卑鄙呢 當然是卑鄙 你不用講 但我那一集節目講的 就是抄襲是一個 你學習創作必經的過程 你抄襲的東西 你可以不發表 其實我們換一個角度 就很容易 你學畫畫 你正規在美術學院學畫畫 當然是 開頭那幾堂 當然是教了整個美術史 然後你先去博物館 留下別人的作品 是的 必然 所以你要學音樂 你不會一開始就跳作曲填詞 一定是先唱別人的歌 但現在因為網絡世代 發表的門檻很低 尤其是一些 什麼都好 影片也好 文章 漫畫 什麼都好 那門檻這麼低 你有一部手機 你有一部手機 有個Facebook帳 有個YouTube帳 你就可以做導演 那你變了 有很多時候 其實我覺得 發表的門檻太低 都是一樣 就是一個情況 就是 你現在不會有人 像我們那個年代 這樣做一些雜作 就是我們做一些雜作 是你不會看過的 就是我們會 屎方人這樣 扮道奇風 拍段戲 扮槍貨 找幾個人去商場 下電梯那些 拍他的 沒有什麼意思的 試一下那個展位 對不對 但是這個年代 沒有人做雜作 拍的為什麼不發表 每個人都發表 你拍就是為了發表 是啊 好像大家沒有了 建立基礎的那個時期 但是你覺得 因為看的TVB太多 就連做雜作去抄襲 都覺得 不恥做一些事情 不恥 因為香港的美術教育 完全是不存在 很多基本的東西 是沒有人教你的 是你自己摸出來 很多人是自己摸出來 最廢的電視行業 是徹底墮落了 你說這件事有點像是貴書 可能我和你那一代 還會看到一些經典電視劇 還會吸收到一些奶水 嗯嗯 唐主 你說這件事有點像是貝書 因為我小時候 人們已經覺得 貝書是很不應該有的教育模式 是像冷戰的 學生是不應該貝書的 要快樂學習 語法學習 是語法學習 學不到東西 發神經的 學習怎麼會愉快 這個世界能夠達成的東西 能夠帶來成就的東西 沒有一件事是愉快的 通常你不背 或者不差 一些東西 連底也沒有的時候 你就很難再上去 是啊 等於我剛才過來這裡之前 我在《二月時報》 做《二月政治》也是講這個話題 我看到東方早兩天 有一篇報導 說小學生 一個學期要看25本書 做閱讀報告 然後他說什麼速讀歪風 我弟弟以前也是 我看到那些書 就是看了最後一篇 寫了書名 作者就完成了 我剛才的節目就講了 一個學期 半年 25本書你都看不到 學到這麼小的 不是我現在這個年紀 又做這件事 又做那件事 我現在都不做事 一個星期看一本書 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學習一定有一個階段 我自己覺得 學習一定有一個階段 是生吞活剝的 一定是要這麼粗 摺下去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是支持填立式教育的 你填立式教育 好過你沒有東西 好過你什麼都沒有 即是類似百古文 即是以前那些人寫得很厲害 但他就學百古文出身 是的 百古文又是 大家每天都表到貧 但百古文是可以教出很厲害的人 只不過是你說現在我們不用百古文 我們又不背書 又不中學 又沒有泛文 那不代表那些人寫到東西 不是的 我回想起來 我忽然想起一個問題 就是唐主你這麼小 你沒有經歷過填立式教育 是不是填立式教育 當然是填立式教育 但是沒有泛文 開始沒有泛文 即是 認識存在 都是要操一些考試 也是會操的 但是我覺得比較開心 實際上沒有泛文 只是領導考試的時候 不用找那麼多東西 但問題是 他跟那個語文 那些人寫東西 或者語文高不高 是多數是沒有分別 或者是更加差 因為可能他們 以前我們看的那些 可能是老訊 那些都沒有看過 因為現在 即是你都是靠自己找來看的 他算沒有的話 那他就不會看的 所以就 可能連一些很基本的東西都沒有 可能出師表那些也沒有 其實我那些都沒有 我還是自己看的 其實泛文是重要的 因為泛文是等於一個書目 但泛文已經是差了一點的 即是他把古典的 整個中國文學斬到斷絕磨草 只是給他一些片段 但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那個是一個書目 那個是書單 即是泛文告訴你 你要找些什麼來看的 那些都是比較現代的 泛文那些 即是以前的人讀書 即是四書五經開始服氣 那些就更加嚴重 即是那些沒有緊要 但可能有一些 即是近代一些 或者中古一些 因為以前的教育 正經教育 和職業訓練 是分得很清楚的 也是 讀四書五經 那些 期望你真的去做官 是 這個也是 即是那個年代 即是那個是我們再做的年代 你沒有不知心 是我們再做的年代 是的 現在你有沒有資訊 你都要去讀書 其實很多人不適合讀書 但被迫了去讀書 我覺得 是的 但這個也是全民教育的 他的目的就是令到你 即使你 不要說適不適合 你不適合 你不適合 你廢棄起來 為何我主張填膠式教育 即是再廣白一點 這個世界有多少人 是應份去做文學的研究 1% 沒有可能的 然後譬如你讀很多東西 譬如你讀什麼地理 經濟那些 你不會 你在家裡買東西 你哪需要經濟學 不需要的 還有你如果說經濟學 你要說 你讀的全部都是錯的 其實 你讀經濟學 通常都說 一個金融風暴之後 就說大家錯了 不是 經濟學是這樣的 經濟學你所有理論 都是不斷被推翻的 你那些東西讀完 其實多數都是被推翻的 但你也是要讀的 但你讀這些東西來做什麼 就是你人生你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會有用 簡單來說 普及的教育的意思就是 我預計你的人是沒有用的 我一定有些東西進去 然後 如果你有什麼可以幫助你求生 你起碼 腦裏面都一定有些東西 起碼 在你臨急的時候 可以找一些東西出來 你常去培養他們的興趣 培養他們什麼愉快教育 哪有這些東西的 我覺得發神經 你會令到沒有用的人更加沒有用 很法西斯的說 我覺得那個邏輯就是這樣的 現在好像也不太流行愉快教育 他承認了這個是一個方法 他承認了之後 然後就走向一個極端 就是我不停叫你去補習 現在贏了起跑線 是啊 其實都是一樣 兩個都是發瘋的 兩個都是極端 因為你有一個真空期 你現在想變成填鴨色教育 你不懂得填 你不知道應該是填 現在不是亂加填的 不是亂加填的 以前那個年代 填的東西是選過的 現在忽然間叫做招牌 再填再填 你都不知道填什麼 亂加大龍 真是可憐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補回最後補回一點 有些文例創作裡面 有好抄和劣抄 然後我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武間宇其實是集好抄和劣抄一身 例如一開始他有一幕 他其實是扮教父的 他一開始有一幕 他一開始有一幕 是余文樂和女朋友演的 他想重演 阿爾法仙奴和丹丹 他最後攤牌的幕 但他演得好 很差 這個當然跟演員質素有關 中間那段 即是關門那場戲 你說葛法特關門那場戲 即是墮胎了 他說他有兒子 你為何要墮胎不和我講的 對 但給得好好的肚子 但中間那段 學年環大報復那段 是超厲害的 我覺得是港產片 最後一個經典場片 但他抄得來是做了一個 最後政治沒有死 最後那段 劉嘉玲和馬生的講 很厲害 最後劉嘉玲說 艾君殺了那段 是很強力的 那幾場戲的場景選取 又有味道 骨牆 全部都是老氣骨演 全部都是老氣骨演 對 然後又看到 智叔 那些 裝模作樣的極致 吹個口琴 的確是 有分好抄 有分不好抄 你舉這個例子也不錯 大家可以 但你 起碼你首先要Database夠 你知道他抄了些什麼 OK 好 我們今天很感謝堂主 來到頂間 堂主你應該多做一點 還有近來考慮一下 阿菲喜阿泰 自己和阿B做的節目 我覺得你做節目 完全是比鄭松泰好 OK 我們希望 星期四應該會回來了 是 OK 我們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我們暫時頂間 希望大家都過了愉快的晚上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禮拜四 大家聽到有黃毓民的毓民菜場 今天就到此為止 拜拜